在三国演义的纷繁战局中 历史的关键时刻 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抉择 有一个曾经默默无闻 却可能左右乾坤的人物 他的归附与否 宛如三国棋局上的一招巨大的棋子 刘备若收响此人 相当于多了两个法证 三个旁统 曹操将很难出头 刘备虽是汉氏宗亲 但家道中落 无奈值得在捉郡捉县 贩卖草鞋 草席卫生 这也是为什么曹操老爱骂刘备 是知习范吕之徒的原因 但刘备并未因此而自甘堕落 而是在桃园与关羽 张飞结拜为异性兄弟 发誓匡扶汉氏 解救百姓于乱世水果之中 从公元184年 刘备镇压黄金 到公元222年8月宜陵之战结束 刘备一共奋斗了38年的时间 虽然占据一周 但也是依然没有达到 荒服汉氏的最终目标 而且好哥们关羽 张飞皆死于非命 在刘备死后 刘善继位 在诸葛亮死后 刘善最终在公元263年 投降曹魏 至此为止 刘备辛苦38年 所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 并且刘备子孙也当起了亡国奴 过上了让人嘲笑的日子 理论上来说 刘备轮有诸葛亮 法正 刘八等人辅佐 在武将方面也有关羽 张飞 赵云 马超等武虎上将为四方将军 如果顺利发展 匡扶汉氏也只是时间问题 根本不可能获得的关羽 张飞死于非命 而刘备自己也兵败一铃的下场 为何是这样的结果 原因非常简单 刘备集团整体战略错误导致 众所周知 刘备集团在中 后期主要军事参谋 就诸葛亮一个人 在汉中之战过后 法正早死 庞同早在刘备入川之时 便已经阵亡 由此可见 诸葛亮在遇到大的战事之时 即使可能用对战略 恐怕也无法跟刘备一同上传场 毕竟老家成都不得不守 那么刘备如何能改变命运 其实刘备只需要收降一人即可 此人就是张润 猛将张润不知何许人也 当年在中原的扬拜之际 华戎道上的坑底之火 当阳长坂的树寿之阵 张润的计谋搭配 皆是天下奇谋 乃至于诸葛亮 周瑜等谋臣这般谋事 已望尘莫及 武力方面亦不差 高顺都被一枪撂倒 张飞差点命缠红金 可见张润武力高强 以其计谋才能 定比得上庞同法政 以武力标准 比起关于皇忠当部在下 要治张润 便无知天下可否 而等可治张润和许人也 实不相瞒 张润便是刘张手下大将 后绝不幸的欺然早逝 不由人不叹息连连 一周之败 让刘备难以招架 张人到底何许人也 这一切还得从攻打 一周说起 当年刘备取暑之战 发兵打到平茅关 本以为凭着谋事旁统 猛将皇忠 未言这般丰刃 加上刘备亲自出马 只需旦夕之间便可平定 谁知一周上突然杀出一张刃 竟将刘备打倒挫败 刘备一路走来 始终带着谋事旁统 武将关羽等文武双拳的将领 前有关羽张飞张义 蒋满弥主等猛将压阵 其后又跟随了马超赵云等勇武将领 一路攻城掠地 大起大落 也从未遭遇到过挫败和退守 谁知这一次攻打刘张 竟然遇到一张刃 将攻城名就的刘备难以招架 士气受挫 不由得感叹命运无常 庞统被杀 刘备大惊失色 当第一天张仁师展出八阵图之中 天官阵图 将刘备大军重重包围之时 刘备还不以为意 毕竟有庞统坐镇 庞统何尝不是当时第一谋事 可是第二天庞统重计阵亡 刘备此时不禁大惊失色 第二天张仁师展出的是 华容道上的坑底之火 先逼腿庞统 再突然出现将其射杀 庞统这个当时第一谋事 就这样不明不白的阵亡了 刘备军一下子群统无首 失去庞统 刘备内心万分交集 以免安抚士气 以免亲率大军和张仁开战 只见张仁先是扬拜诱敌 刘备重计大追 不料后面就是张仁设下的埋伏 刘备这才明白 原来头一天 张仁使用的八阵途中的天冠阵 就是为今日的中原扬拜之计做准备 没想到张仁心机如此之深 刘备自知不是其对手 只能暂时后撤 派人去请援军 援兵很快赶到 张飞 赵云带兵前来增援 可才战的没几日 刘备的心又提了起来 张飞差点在张仁的计谋之下 送了小命 原来第三天张仁使用的 正是当阳场板上的树兽之阵 先是又是张飞 贪图击杀敌军 再突然从侧翼杀出重兵 张飞险些被围奸 幸好赵云及时救援 张飞才死里逃生 如此看来 似乎张飞也不是张仁的对手 刘备心中担忧 张仁的谋略和武力 似乎都超出常人 就连文臣武将都不是其对手 此时此刻 刘备只想立刻见到诸葛亮 也只有诸葛亮才可与张仁抗衡 诸葛一展妙计秦张仁 终于诸葛亮来了 诸葛亮带着关羽加入战局 而后在诸葛亮的安排之下 刘备依次召来马超 张义 弥竹 魏延等猛将来自驻战 战场上突然多出这么多猛将 张仁也不禁心生忌惮 他料想 诸葛亮必定有所安排 果然第四天 诸葛亮终于使用了长久以来在心中酝酿的计谋 以自己为耳 又是张仁前来进攻 张仁中计 想要去抓诸葛亮 却被埋伏在各个方位的刘备大军抓获 原来诸葛亮早有准备 就是这出华容道上坑底之火的樊转手 张仁虽然被擒 然而他的语态却仍旧显得如此傲慢不驯 气势更是微舞如虎 令在场的众人都不禁心生敬畏 为之折服 刘备此刻才如梦初醒 心中恍然大悟 原来张仁并非寻常之辈 必定是身怀绝技 否则又怎能如此强横 让人望而生辈 忠臣怎肯是二主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张仁依旧言辞坚定 口口声声强调着自己的忠诚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傲慢与不屑 仿佛在他眼中 任何人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刘备原本还抱有收复张仁的打算 希望能够利用他的才能 然而面对张仁如此强硬的态度 他也只能无奈地放弃了这个念头 最终 诸葛亮经过深思熟虑 认为张仁这样的人才 若不能为己所用 日后必定会成为大患 于是他果断下令就地处决张仁 面对诸葛亮的决定 张仁毫不畏惧 甚至不惜辱骂对方 声势激烈地诅咒着 然而 诸葛亮却面无表情 坚定地执行了自己的命令 刘备本想在说些什么 但在诸葛亮的言索而坚定的眼神下 他也只好选择了沉默 当刀刃斩下之时 张仁高鹤一声 功力于刀下迸发 竟将周围数人震退 可最终还是难敌重北 壮烈成人 诸葛亮叹了口气 闭人至丧病葬 全军为张仁三日吊丧 诸将无不肃然 纷纷感慨 刘备错失良才 曹操幸存难逢大敌 其实错失了张仁 刘备后面的事业 可谓一泄千里 最终难免败亡 因为没有了张仁这个猛将和齐谋 刘备集团始终欠缺猛将 最终难敌曹魏军风 若有张仁助阵 定可与赵云马超抗衡 而曹操那边 诸葛亮 咒语等齐谋妙计的谋士 一个个出现 若后方再有张仁这个 不是出的奇才 曹操只怕要面临 当年与董卓相识的结局 败于齐谋 所以张仁的离世 对曹操而言 可谓是化陷为夷 运气不错 而对刘备和蜀汉而言 则是失去千载难逢的良才 实在遗憾 张仁若不死 刘备天下渴望 毁生张仁的离世 无疑是三国历史长河中的 一大痛点 其失去之憾 忽以撼动天地 若论张仁之死 虽一周得以保全 但荆周却因此失守 若论张仁之志谋 关羽或许能得以保全 曹操的霸业 已将灰飞烟灭 假若张仁仍在 荆周的防线将坚入磐石 曹军的进攻将无从下手 假若张仁仍在 曹操的大军必将败退 三国格局或许将因此改写 然而 命运弄人 刘备对张仁的轻视 使得这位英才 未能得到应有的重用 诸葛亮虽未智者 但在张仁这件事上 已难免有失察之过 英雄无用武之地 当真令人扼腕叹息 尽管遗憾深重 但命运终究有其定数 刘备虽苦心经营 终究未能逃脱历史的结束 曹操虽气数未尽 但也只是侥幸苟延残喘 天地浩渺 人世变迁 沧海桑田 一切皆有定数 张仁之死 不仅令三国时期 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英才 更让整个历史长河 都为之震动 他的一生 充满了未尽的壮志 与含冤的遗憾 成为三国英雄中 最为令人痛惜的遗憾 可以说 蜀汉政权的衰落 是从关羽 败走麦城开始的 如果关羽 没有兵败被杀 那么刘备 也不会派张飞 去找东吴复仇 导致张飞 最终被手下暗杀掉 紧接着 刘备又在 仪陵之战之中 被武将陆逊打败 最终一病不起 脱估诸葛亮后 就撒手人寰了 自此 桃园三结一的兄弟 均死去 其他还有数位 蜀汉大将丧生 大大削弱了蜀汉的实力 此后十几年 再无力对外征战 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 无下阿蒙典故中的 吕蒙 关羽也是被他所侵杀 只不过 在杀了关羽后 吕蒙没多久也跟着死去了 吕蒙偷袭荆州 弄死关羽后 本应该封赏 吕蒙为什么突然间就死了 吕蒙到底是怎么死的 吕蒙 吕蒙出生于公元178年 是今安徽省富南县 王化镇吕家港人 他年幼时家境比较贫寒 又是生活在三国初期 各势力之间的相互功法非常频繁 事宜导致他一直过着 鸡一餐饱一餐的生活 但他比较有志气 胆略也非常大 经常向当地武师学习武术 勤奋练习 以其以后上阵杀敌 建功立业 他15岁时 他自觉学武有成 于是便背着母亲 偷偷南渡长江 前去依附在东吴 做将军的姐夫邓当 此时邓当见他年幼 不许他上战场 但吕蒙还是偷偷跟随军队 外出作战 后来 正当在战场上发现了他 并把此事告诉了吕蒙母亲 让他管教吕蒙 不要去战场上送命 谁知吕蒙心气高 对母亲说 现在这样贫贱的日子 实在是难以生活下去 外出作战 说不定可以获得功劳 就能取得富贵 况且 不入虎穴 淹得虎子 吕母见他心意已定 便不再责罚他 仍然让他继续跟着正当 外出征战 此后 吕蒙一直跟随正当出征 以胆气而闻名全军 每战必争先 勇猛突进 赢得了同伴的尊敬 在军中慢慢展露头角 得到了职位的晋升 正当死后 吕蒙得以统领其部众 拜别部司马 到200年 孙策遇刺身亡 让其弟孙权同事 吕蒙从此受到了重用 相后跟随 鲁肃 周瑜等名将出战 从破皇祖坐仙灯 封横野中廊将 破曹仁于南郡 从破珠光于婉城 雷公拜卢江派首 近战荆州南部三郡 并祭秦豪浦 在逍遥金之战 掩护孙权逃生 在如须抵御卫军 官拜左护军 虎为将军 217年 大都督鲁肃并故 孙权让吕蒙做了都督 驻守路口 与关羽驻守的荆州相邻 从此时开始 吕蒙提出了 夺荆州灭关羽的想法 并为此而谋划 219年7月 关羽率军北上 威攻魏国的襄阳 樊城 先是大破曹仁于免水 后又水淹欺君 秦获于尽 最后又擒杀了庞德 一战而威震滑下 逼得曹操差点迁都 后来曹操听取了 司马懿 蒋济等人的意见 以江南封地为条件 换取了东吴孙权的出兵 而曹操自己也倾巢而出 带兵增援 围攻关羽的徐晃部 在得到军队的增援后 徐晃最终击败了关羽军 而此时 孙权也派遣吕蒙为主帅 统帅军队 用白衣渡江之计 偷袭了关羽的大本营 在听闻军队来袭之际 荆州重镇江陵守将弥方 公安守将世人 因与关羽有嫌隙 而不战而降 使得荆州全境 落入孙权之手 而关羽军中 士族的亲属 大多都是在荆州城内 现在荆州 已经被东吴攻陷 士兵们得到消息后 开始军心涣散 无心在战 关羽见此情况 只好率兵退至麦城 公元219年12月 关羽率数十计出逃 一路突围 只距一周 不过一二十里的邻居 遇到了攀章部将 马中的埋伏 最后栗战而结 神边部将或被杀 或投降 剩下关羽和长子 关平被擒 本来至此 吕蒙已经圆满完成了战略目标 不仅攻占了被刘备借去的荆州 还升勤了关羽 等着他的将是封侯败相 但是他深知关羽之勇猛 而孙权性子又比较软弱 关羽压谢回去后 孙权陷于蜀汉的压力 很可能将关羽放回去 吕蒙出于长远考虑 毅然下令将关羽父子 斩杀在了邻居 而吕蒙在此战中 鞠躬至尾 被孙权任命为南郡太守 封禅陵侯 赐钱一亿 黄金五百斤 惋惜的是 都还没得到封赏 吕蒙就死去了 享年四十二岁 算是英年早逝 对于他的死因 有着几个版本 历史记载 对于吕蒙的死 史书的记载是 风爵位位下 汇蒙即发 全实在公安 迎至殿内 所以致护者万方 穆封内 有能遇吕蒙即者 赐钱金 后更加赌 全自临氏 命道士与星辰 下位之请命 年四十二 岁足于殿内 这个记载 说吕蒙属于正常兵固 我们从吕蒙的医生来看 他也算是寒门逆袭的典范 从小家贫 年少从军征战 每战必争先 一生经历过无数大战 也受过很多伤 偷袭荆州 升秦关羽 是他最大的战绩 在回朝等待封赏时 难免会有很多亲朋好友 前来祝贺 高兴下 贪杯是正常的 多日酒醉后 加上心神的放松 让身体以前的暗伤 一起爆发 最终导致其损命 也有可能是因为瘟疫而死 因为荆州之地 长期发生战争 战死的人太多 很容易引发瘟疫 同时 跟吕蒙同年一起死的 还有几位东吴大将 他们也都参与了荆州之战 所以 吕蒙也有可能是染上了瘟疫 才英年早逝的 在三国演绎一书中 罗先生将吕蒙的死 写成了被关羽的冤魂所命 最后惊吓而死的 这样写 主要是为了突出 关羽死的冤屈 神话关羽的形象 提高他的影响力 给读者们一个书心的交代 毕竟 这是一泊云天的管二爷 就这样死去 未免太过憋屈 吕蒙的真实死因 吕蒙征战一生都没有死 而且是正值当年 怎么会在斩杀关羽 立了巨大功劳的时候 突然就死去了呢 他死去的时间 未免太过巧合 连大战的封赏都还没有下来 事实上 我认为 吕蒙的死 应该是出于孙权之手 孙权偷袭荆州 一半原因是来自曹操的邀请和承诺 一半是来自 开疆拓土的渴望 而且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 占领后 东吴可以以此为据点 北拒曹尉 南党蜀汉 御敌于外 本来偷袭荆州成功后 东吴此次出征的战略目的就已经完成 只要守住荆州 东吴本土将不再受兵灾之忧 而吕蒙有点勇猛过头了 不仅用计 使得关羽军 军心缓散 还将关羽父子俩围在了麦城 最后还用伏兵 将他们俩给生擒了 事情到这里都没有问题 孙权此时还是很开心的 想着用关羽跟刘备谈下条件 换点东西回来 为此 他在得知吕蒙升勤了关羽后 特意派陆逊前往荆州 让吕蒙好生对待关羽父子 不要杀害 谁曾想 陆逊还没到来 吕蒙就已经让手下将关羽斩杀于邻居 孙权得知吕蒙杀了关羽父子后 一下子就急了 斩杀关羽的威名固然够响亮 但在孙权看来 绝对不适合东吴的利益 要了解 蜀汉之主刘备 大将张飞 与关羽三人桃源结义 一路征战 生死与共 感情非常深厚 一旦得知关羽死于东吴之手 肯定会倾尽蜀汉之力 前来进攻东吴 为关羽报仇 倒是 东吴恐怕也难以抵挡刘备的军队 事宜 孙权对吕蒙斩杀关羽一事非常不满 认为他自恃功劳大 开始不听号令 渐渐起了猜测之心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 孙权必须想办法解决 于是 他将关羽的人头送给了曹操 让他祭奠前面死去的士族 大将 也带着巴结的意思寻求保护 毕竟 曹魏和蜀汉才是生死大仇 另一层意思也是 想将刘备的仇恨 转移到曹魏身上去 同时 孙权还秘密派遣了使者 前去面见刘备 希望蜀汉和东吴能继续联盟 共抗曹魏 惋惜的是 刘备不同意和解 誓死要报仇 孙权得到刘备的回复后 也是没辙了 为了缓和蜀汉和东吴的矛盾 也是为了预防吕蒙嗜宠而交 再辩出个携天子以令诸侯的萧雄来 孙权开始狠下心来 准备除掉吕蒙 消除隐患 吕蒙刚立下如此大功 公然杀害 肯定会令东吴全体大臣士兵心寒 最后他在宴请吕蒙时 命人偷偷给他的酒里下了毒药 想毒死吕蒙 可惜 吕蒙在喝酒喝到一半时 突然闻到酒中的药味 觉察了事情不对 于是就装作关与冤魂来索命 装疯卖傻下打翻了毒酒 最后装作昏迷逃过了一间 但是孙权既然下定决心要杀了吕蒙 又怎会放他逃脱 于是他以帮吕蒙治病为由 将他接到了宫中 并且将墙壁凿开 以观察他是否喝下了那些毒药的汤药 吕蒙心知再见难逃 看来孙权是是要杀他了 为了不连累家人受罪 吕蒙只得在孙权的监视中喝下了毒药 最后一命无忽 吕蒙死后 孙权让吕蒙的儿子吕爸 承袭了吕蒙的爵尾 并恩赐三百户人家去为吕蒙守墓 给他家五十请田地 不收田赋 而之前所承诺的奖赏 也被孙权收回了库府 孙权还为此悲痛万分 唆使减眠已是哀悼 最后 孙权利用了关羽的头颅 巴结了曹伟 转移了刘备对东吴的仇恨 又利用吕蒙的死 缓解了与蜀汉的关系 最后还省下了大笔的恩赐 消除了吕蒙 这个他认为的心腹大患 可谓以剑三雕 惋惜的是 一代名将吕蒙刚立下不是工业 没有死在敌人手中 却死在了自己效忠的主公手上 可悲可叹 果然 世间最难测的是人心 不仅是 未经许还外 未经许可遵促 无论 是 未经许可谓的 未经许可谓的 务员